大家好我是小屁 韩服天堂M在之前有更新的每周每日每月以及每周世界副本的任务奖励 这部影片就是来介绍一下新的任务奖励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 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任务的部分 试验副本完成三次可以获得100名玉币 世界王一次100名玉币 欧林副本一次的话可以获得 融资蓝宝石2颗制作物品一次可以获得高级祖父粉10个 打1000只怪可以获得3万天币 抽一次变身或娃娃可以获得100变身币或娃娃币 接7个每日任务则是可以获得300页 可以看到他每日任务的部分是比原本的每日任务还要多更多东西 有高级祖父粉、变身币、娃娃币的 接下来看一下每周任务的部分 打7000只怪可以获得15万天币 试验副本解20次300名玉币 世界王7次300名玉币 欧林副本4次2颗龙钻 抽变身7次或娃娃可以获得300变身币或者是300娃娃币 合变身2次和娃娃2次则是可以获得500变身币或是500娃娃币 制作5次物品则是可以获得50个高级祖父粉末 参与写蒙突袭一次10颗龙珠 完成刚刚讲的任务的话则是给1000页 接下来看一下每月任务的部分 3万只怪50万天币 试验50次500名玉币 世界王30次500名玉币 欧林副本16次高级粉赚1颗 抽变身娃娃30次可以获得500变身币或者是500娃娃币 合成变身6次或者是合成娃娃6次可以获得1000变身币或者是1000娃娃币 点撞20次的话则是卷走箱10个 制作20次物品可以获得200高级祖父粉末 这样总共算下来的话 名誉币部分是9400个 跟原本的旧的是少了3500 然后这边我是以30天来计算 那多了700高级祖父粉末 然后以及7700变身币以及娃娃币 你如果全解的话就是这样子 多了这个高级粉末 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溶解 比较高的蓝装甚至是红装的话 你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做做看绝位系统 但是你如果是分身流玩家的话要注意一下 他的一些任务的门槛有提高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副本的新美洲任务啦 首先拉动100只怪给你500页 拉动Boss一只的话则是给你一颗拉动补充石 一望之导1000只怪给你700页 Boss一只的话一颗一望之导补充石 海贼500只500页 Boss一只一颗海贼导补充石 信念之塔300只怪1000页 然后信念之塔三只隐藏的守望怪的话 则是一颗信念之塔补充石 埃斯卡洛斯100只怪1000页 然后touchdown如果打15只活动怪的话 则是一颗埃斯卡洛斯补充石 那这个新世界美洲就等同于 把这个将军徽章 你可以美洲多领叶子这个部分去掉了 所以说士兵徽章啊将军徽章啊 然后银钱袋子啊金币袋子啊 那个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拿去卖钱了 因为在美洲任务是没有用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全新每日每月每周 以及每周世界副本的任务介绍啦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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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